说起2023年中国大陆第一场A级车展,第二十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上,最引发关注的其实不是mini冰淇淋事件让BMW萌兽多大损失,而是中国大陆指标性车厂比亚迪,真的把超过百万人民币售价的超高档月也休旅仰望一巴给上市了。 这辆仰望一巴的产品力真的让全世界都大开眼界,简单说有四大面向,预售价达到人民币109.8万,折合台币超过488万,这在台湾都能买一辆冰式的S350柴油版本还有剩,就算在台湾买一辆凯燕也不用这么贵,其次是超过1100匹的纯电动力,加上极致的豪华座舱,加上超强的原地掉头,泄行模式还有浮水模式,这在全世界车界都是相当罕见的技术, 真的让人震惊于中国大陆车厂的进步神速,接下来就为您一一来解释仰望一巴的产品力,仰望一巴预售价为109.8万元,共推出豪华版以及越野玩家版两款车型,定位百万级新能源硬派越野,最让欧日车厂感到震惊的,是它的底盘科技跟动力配置,结合比亚迪两大自主研发成果,首先是一四方平台技术,用四个轮胎搭配独立的四个马达,加上刀片电池科技, 最大动力输出超过1100匹马力,百公里加速时间最快为3.6秒,相当惊人 还有最新云年皮系统,是全球首款新能源越野车智慧车身控制系统,高度自主调节行程达到150毫米,有三段软硬智慧调节,可以兼顾高速过弯操控性,还有颠簸路段的舒适感, 也因为搭配一四方平台跟云年底盘,仰望一巴有着超强的原地掉头模式,让两侧轮胎以相同的速度,相反的方向转动,车辆便可以以车辆中心为圆形化圆,实现原地转向, 等于跟宾式最新的1QG电动车搭载了同样技术,卸行模式则是让两侧的车轮产生转速差,不依赖方向盘转动便可以让车辆在行径中出现横向移动,控制得当可以减小转弯半径,比传统方向盘转向更加灵活,包括汉马EV等车型上也配备了类似的功能, 浮水模式则是因为一四方平台防水达到IP68等级,同时凭借四轮独立控制,在车辆完全漂浮在水面上时可以独立控制车轮输出,让车辆保持受控, 沿前轮指向的方向继续前进,在车辆误入深水区时脱困,但注意并不是这辆车可以当成船开,而是可以在淹水处紧急脱困,这在台湾台风季节来临时可说是相当实用,只可惜台湾买不到这辆车,而在外观内装设计部分, 车头设计采用家族式设计时空之门,配备了分体式大灯通过光山相连,整体成定型设计,高阶支架辅助系统配备38个高精度感支援件, 包含3个雷射雷达,5个毫米波雷达,14个超声波感测器和16个摄像头,车身侧面整体轮廓宛如宾室G-Class或是路虎Defender的硬汉形象, 还有隐藏式车门把手,车尾尾灯位要自行设计,下方包裹点正式灯光,点亮效果相当独特, 内装部分方面,独创的12.8寸新核曲面屏,加上配备high-end及音响系统,星空律动天窗,主动相分等配置, 有着不输给欧洲车厂的超豪华空间,比亚迪一开始推出高阶品牌仰望,决心打造超过人民币百万以上的高阶车型, 这辆仰望于8月售价更开出了人民币109.8万的天价,虽然不少大陆车迷同样直呼太过昂贵, 但中国大陆高端消费市场的确相当庞大,但这辆车要如何征服那些花得起百万人民币买车的人, 放弃所谓的欧系高端品牌改买中国大陆的国产车,相信销量会证明一切, 感谢您的收看,也别忘了持续支持中天新闻,我们下次见。